请的欢迎海内外好朋友来高雄 但是请记住带着欢乐来 绝对不容许外县市的人户籍不在高雄 来高雄参与罢免高雄市市长的这样子一个游行 韩国瑜大力号召韩粉们12月21号来高雄参加挺韩游行 但变成挺自己的可以罢免的就不行 合法机会游行还规定谁能参加谁不能参加 40年后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戒严法了 可是他在搞什么他在搞另外一种形式的戒严 绞跑市长的话那请你就就此 不要再跟高雄扯上任何关系高雄不是你管的 你如果要再这样子的话 我跟你讲我们的罢免行动绝对不会停止 挺韩大游行申请人数本来是1万人 但韩粉声称要号召30万人来 铁粉新人哥对月底的台中造势也已经有动作 从高雄出发包午餐到台中一个人只收700元 比上次去凯道便宜了100 另一时间韩粉社团也在号召韩粉高雄挺韩 价格怎么算 从台北出发的游览车国父纪念馆集合 有午餐便当跟旅游平安县下沙只收600元 还有台中高雄行程包含黄金海岸旅游 前座900元后排850元 包含游玩行程价格变变变 霸汗千千万万不要用游览车带外县市的人来高雄 千千万万不要发双煮菜的便当 挺韩游行 韩国瑜自己说霸汗团体不要动员游览车 但挺韩却是双重标准 谁在号召谁在动员 摊开来看一目了然 三星期末黄大卫古福线高雄报道 三星期末黄大卫古桑 Eva